极度台积燕 英特尔CEO称 美国应优先投资本土芯片公司 凤凰网科技讯 北京时间12月2日消息 英特尔公司CEO帕特基辛格周三表示 此前 台积电将斥资120亿美元 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建厂 预计2024年完工 三星电子日前也宣布 将在美国德州泰勒市 建造一座新的先进芯片制造工厂 这座工厂耗资大约170亿美元 将创造2000个工作岗位 更播一首新闻 欢迎下载凤凰新闻客户端 订阅凤凰网科技 想看深度报道 请微信搜索凤凰网科技